中華桌球隊混雙在奧運殿堂上獲得同盤佳績 也讓電視機前喜愛桌球的小朋友多了一份熱情 27號開始桌球教室也重新開放 小朋友們終於可以上球館練球了 教練也非常開心 因為上課的小朋友變成非常認真 還多了目標 希望自己都能夠打進全國賽 防疫三級境界 桌球教室暫停開放 小朋友為了保持球感 只能在家自我練習 等了兩個多月 中央宣布從27號開始防疫降為二級 室內開放到50人上線 桌球館也終於可以恢復營業 讓小朋友都好開心 加上中華隊的黃金混雙 林雲如正宜靜 在東京奧運上替台灣拍下 睽違21年的桌球獎牌 也激勵小朋友更有目標 而且學得更認真 那現在可以練 妳們會每天來練球嗎 會 妳們會不會想要參加全國比賽 會 會想要更認真來練習 這邊球館沒有看 妳在家裡有打球嗎 有啊 跟誰打 爸爸 練多久 他說如果是假日的話 兩個小時 因為平日他不在 所以說就是 我自己 我們自己上去練 而且他變成淋雨組 桌球的風氣 其實之前就已經越來越好了 但是現在因為朵牌可能 風氣上又會更強烈 所以 其實對我們教練而言 除了就是學員可能變多了以外 還有就是對我們的動力也相當大的影響 小朋友們戴著口罩回到球場練球 每個人都好認真 在教練的指引下 溫穩輝拍練習接發球 看起來都相當專業 雖然個頭比較小 但實力完全不輸給大人 每個小朋友都是指日可待的 明智之心 記者綜合報導